立法會五區補選今天舉行 全港超過五百個票站上週七點半開放 有市民陸續到票站投票 立法會五區補選一共有24個候選人 各族五區五個席位 在灣仔外群到票站 有市民一開門就來投票 因為有權利你不行使的時候 就好像有點傻了一點 這樣的特首做不做也罷 我們爭出來的權利都不跟我們爭 但有市民認為這次補選浪費公帑 我不是那麼支持 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必要 這次他們自己這五個走出來 打後民意調查都說支持都是這五個 然後就回到去 浪費了公帑 也在沙田薄康村投票站 有來投票的市民說 投票是要行使公民權利 特首沒有吉士 其實每一個市民都應該盡自己的責任 怎樣投都是自己投票 自己選自己喜歡的議員 投你都沒什麼為的 為什麼 沒什麼點 每次都是這樣的 另外這次是在囚人士投票條例通過之後 在囚人士第一次可以投票 懲教院所設有23個專用投票站 另外有4個票站設在警署 分別是田森、長沙環、葵聰和跑馬地警署 給還押或者拘留的選民投票 無線電視記者劉智恩報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早到灣仔外群到票站巡視之後說 五個前立法會議員請辭是沒有必要 帶政府依法進行補選 今天是2010年的立法會補選投票日 特區政府作了關於這次補選的安排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確保 我們香港市民在立法會之內 有足數60位的議員 可以代表他們做立法和其他方面的事宜 而特區政府一貫的立場就是認為 這次這一場的五區請辭和接觸的補選 本來是沒有必要亦都可以避免的 五位的前議員 他們原先可以選擇留在立法會之內 為市民處理2012年的政改安排 和其他方面的事宜 縱然如此他們已經決定了要請辭 選舉管理委員會就依法處理這一場的補選 多個團體包括基層發展中心和FM101組織 一共20多人就在暫外高叫口號 他們不滿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文責團隊 高調宣布不投票 要求林瑞倫重申呼籲官員到票站投票 盡領導責任 亦都希望市民支持補選 天主教香港教區的陳日君書基 早上也有羅馬趕回香港投票 這個不算花很多錢 而且給人民一個機會表態是很重要的 我們真的很無奈 2004年那次有釋法 那些釋法完全不合法的釋法 你看基本法那裡沒有這麼釋法的 是不是 又有不知什麼決定 根本現在沒有可能真正普選 他說你第一關都過不了 當然過不了 人家都要功能組被自己自殺 自己消滅 當然不會 記得你一隻當然不會放棄 所以希望上面給我們一點尊嚴 對於行政長官曾蔭權 和文澤班子不投票的決定 陳日君表示不到他批評 他表示每人照自己的良心 做自己應做的事 他表示沒有民主制度 民生不會改善 今次是以和平方法表示憤怒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